各位好,我们闲话少叙,书接上文。 所以说,同乡之间,即便不是一母所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也有这个亲缘关系。 总是七杆子打不到,八杆子打得着,所以称作为乡亲,乡礼乡亲。 而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外谋生活,则都叫做背景离乡。 离开自己的家乡,就离开吧。 为什么还要把一口水井背在身上呢? 因为井是被看作生命的源头。 香,上一期我们讲过,这个字啊,是生命之源的所在。 其实香这个字啊,也就是共食,共吃,共同用餐。 香,过去繁体字的写法,香就是一个角丝旁,一个狼,或者说呢,是一个歇,角丝旁,外加一个食物的食。 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都可以读作香。 在这个甲骨文中啊,这个香还有一种读法,读作鬼。 就是一边一个贵,就是一边一个贵作的人,共同呢,面对着中间的那个饭桶,相形文字。 最早啊,最早啊,就表示,两人相对而作,共食亦鬼。 过去承食物啊,是用鬼来承。 所以啊,在远古时代,能够啊,这样,共食者,八成,是亲人。 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士族,后来,范围,扩大了。 凡事啊,共食啊,共食亦鬼者。 在一个锅里,轮马勺,同吃一碗饭的人。 当然,相隔的距离,也不会太远。 来往之间,也是十分的方便。 所以呢,故乡的故,就故能相邻,故能相亲,故能相友,故能相助。 所以呢,也能够相互保证,相敬如宾。 所以,杨宽先生说过,相互的相,不仅呢,是由于这个相亲,是取益于共同吃饭的问题。 而是,更多的,来指那些啊,共同饮食,或者说,饮食结构相近的,士族,原始部落。 这下子啊,我们就清楚了,母子之间的关系,是吃与被吃,食与被食的关系。 兄弟,兄弟,相亲,则是共食,同吃的关系。 或者说兄弟之间同吃一个娘的奶长大 相亲之间即便不在一起吃饭 也可以在同一口井水的哺育下 共同长大 所以只要是同吃一锅饭的人 同喝一口井水的人都是相信 在这个单位上的同事也好 部队里的战友也好 由此说来就多多少少有点兄弟的情分 道理呢也就更简单了 食物是生命之源 吃了同一种食物也就有了同一种生命的源泉 能不是兄弟能不是哥们吗 显然 兄弟也好 相亲也好 各种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关系 哪怕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都是食与被食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 真血缘关系也好 假血缘关系也好 准血缘关系 也都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吃同一种食物 喝同一口井水 也就是说 任何人 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相识 或者是否有真的血缘 一旦在一起同时吃一种食物 那么就会被视为有同一生命的来源 因而有可能成为自己人 也会被看作是兄弟姊妹 直到现在 在这个沙漠中的阿拉伯尔 仍然有这样的习惯 风俗 无论是谁 只要与沙漠中的贝都阴人 一起就餐 哪怕是只吃了一口干粮 或者喝了一口骆驼奶 就不必再害怕被视为是敌人 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兄弟 因为在这个残酷的自然环境中 人们抱团取暖 靠食物 把彼此心心相连 整个的人类呢 才能够阔步向前 好 感谢各位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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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